欢迎回到11点543节目现场 我是主持人谢叶蓉 现场来宾是体育大主播陈凯 哈喽陈凯好 叶蓉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告别2018 小薇莲斯呢在岁末 回回两年哦 生涯第五度 获选美联社的年度女运动员 不过其实想一想 小薇今年没有拿下任何一座冠军 但是呢光是她产后 没有多久就回到球场 加上当妈妈 其实真的 当妈妈所有妈妈都应该有所共鸣知道 你练习的时间不会太多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温网跟美网都打到决赛 所以对于 这位前球后来说 她个人相信非常的难忘 球迷呢也都是一样哦 大家觉得想要看看 她到底还会有什么样的惊奇演出 而今年的网谈 有很多激励人心的赛事 女网呢 应该还是百家争鸣的局面 所以有所谓亚洲名将大阪直美 爆冷拿下美网冠军啦 或我们自己台湾好手谢淑薇 在四大赛屡屡扮演 种子杀手哦 都说明了 现在女子网球是没有任何一家独霸的 反而是男子网球 看起来好像三巨头 三位球王 今年赛季的表现 仍然是相当亮眼 三雄鼎立的局面 似乎是牢不可破 所以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聊聊网球 一开始呢 我们先来聊小薇好了 小薇呢 是由美联社编辑跟新闻主管投票选出 她是今年最高分哦 93分的年度女运动员 第二名的是体操明星拜尔斯 你怎么来看小薇今年的表现 特别是哦 你一个妈妈 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耶 你记不记得之前的奥王 他带着身孕 把大满贯的冠军推向第23座 不过因为要生产的关系 就离开球场 结果没想到复出之后 第一场大赛 在法网他穿上了一套黑豹装相当的亮眼 其实小薇连斯 他不仅仅是过去这一年的年度运动员 因为网球本来就是所有的职业运动里面 个人化 个人运动里面明星色彩最重的一个项目 那包括高尔夫跟网球 只有这两项职业个人运动 所以呢 这两项运动的女性运动员 很容易当全世界世界运动员 那这不是最后这一年 过去十年来讲 小薇基本上全世界的女性运动员的偶像 那么呢他不但是偶像 而且他经历了每位女性 所应该要经历过的人生过程 过去我们觉得职业运动员的选手的 尤其是女性运动选手 他就应该专心打球 他最好不要不要结婚 不要生小孩 因为这些东西都会浪费他的时间 他应该在他能打球的时候专心打球 但是呢小薇连斯 他认为他的人生应该要有不同的阶段 所以呢他就在奥王的时候 他是怀着生育的情况下呢 打球 然后打球之后 生奥王之后生了一个孩子 Olympia 然后在过去的从2017年的时候呢 一直到2017年开始打完奥王开始休息 一直到2018年今年的法王才复出 休息一年多的时间再回来复出 然后法王没有给他排名 没有给他种子的名字 因为按照目前的女子网球的规定里面 其实你只要受伤超过一年 只要停赛超过一年的积分会全部归零嘛 那你当然可以用伤病保护排名 但是你的时间也已经超出一年以上了 所以那时候没有给他种子 这时候就请大家很多的争议啊 那到底呃这个选手以前受伤 我想我们可以理解啊 怎么样这个大家都行之有年啊过去 但是他现在是因为怀孕 那怀孕算不算是一种啊 这个跟受伤是不是可以相提并论啊 这就是引起很多讨论 很多说球员不是说受伤不是我愿意的 怀孕是你自己可以选择的 那我是不是可以用怀孕这个理由 然后然后让我的低潮的时候 我就去生个孩子怎么样 然后从犬土重来是不是可以自己做选择呢 低潮的时候就生个孩子 你还生孩子这么简单吗 生孩子还要养哎 对就是这就是大家在讨论 然后再来一点提到的是啊 好在过去的这个WTA的RAW里面呢 你可以你在一年受伤 超过一年之后呢 你可以回来用你一年以前受伤前的排名 来报你想要报的比赛啊 但是你的排名就算是够高啊 比如说小薇本来是球后嘛 对不对他没有办法列为种子啊 那这样子的情况就是大家说 那因为你对那些本来在这个赛事里面 这一项赛事里面不用保护排名的啊 不用外卡的球员不公平啊 因为哦你是你受伤了一年以后 你就说你要当头号种子 你要把一个种子球员挤掉 那我是现在很认真在打 反而我没有办法保证我的这个种子的位置啊 这样针起来也不太公平 所以在那个时候进入了很多的讨论啊 那小薇联斯等等等等 甚至于他的衣服服装啊 就像刚刚叶蓉讲的 他的这一串在黑豹装呢 也引起很多就是这不是看起来不是 呃WTA原本的这个服装 服装里面WTA原本是禁止啊 你只穿leggins 就是只穿这种紧身裤啊 或者压缩裤 至少你外面要套一个啊 要再套一个裙子啊 再套一裙子 以前是规定是这样子的啊 裤装呢 或者是短裤啊 那有一些严格 有一些这样的服装规定 那小薇联斯很明显是违反了这些规定 所以在打完了发网之后呢 其实发网就规定明年小薇 对不起你不能这样穿了 到年底的时候呢 又有另外一场 呃更重要的争议啊 就是他跟大阪之美的冠军赛 最后大家因为裁判的认为 他呃这个延迟发球 判他罚分 判他一局啊 到时候他跟裁判吵起来啊 当然大阪之美赢了冠军 但是现场焦点全部都在小薇身上 而且把整整场比赛的争议啊 是让让让大阪感觉他的这个冠军 拿的不明不白哈 不清不白的感觉 好像拿冠军一点开心的情况都没有 你很少看到这样大满贯 最后这样子尴尬 大家都输的结局哈 这事实上在今年年尾 引起往来很多讨论 所以呢其实今年开在今年年尾的时候 WT在这个规则制定部分呢 其实因为小薇今年创造的打出来的 这次各式各样争议呢 他做了很多的改变 在年尾的时候也跟大家公布了说 2019年我们要改变 那这些改变有点像是小薇规则了 首先是提到有关于伤痛保护排名 这一个部分哈 这个部分呢 原本的规定是呢 球员如果受到严重的伤害 停止比赛超过六个月以上 在三年以内啊 你可以申请用你受伤前的排名 在你付出以后的一年之内呢 参加八场比赛 就是你本来是排名世界排名20名 然后你可能受伤了 然后你后来排名可能掉到七百八百 甚至没有排名 你可以回来 你可以用20名排名 虽然你现在是没有排名的 你还是可以用之前的20名排名 去报一些WTA赛事 但是呢 是不能拿20名的排名列为种子的 以前是这样的规定 然后你可以打最多可以打八战的比赛 你可以在一年内打八战比赛 这样就可以用世界排名20名去排这比赛 这是给你一个付出的时候 给你一个缓冲 让你有机会重新回到球场 那么呢WTA的新的规则呢 在2019年将实行的新的规则 因为之前的这个小微的怀孕的争议 他就遭做了一些修改 首先呢是提到说 如果你在受伤啊 把这个受伤的时间点啊 再细分为一年以内的停赛 以及超过一年以上的停赛 超过一年到三年以内的停赛 分成这两个阶段 如果你是在停赛超过六个月 但是不满一年的话呢 还是跟过去的规则一样 你在付出以后的一年内可以用伤病保护排名 可以打八战的比赛 那如果你受伤超过一年时间 那你的积分都没有了嘛 你可以用受伤前的排名 可以打十二战 多了四战的机会 让选手多一天时间可以调整 那另外就真的是小微条款了 如果你的这个停赛原因 不是受伤而是怀孕的话呢 你可以在这个孩子出生 注意是孩子出生哦 不是从他最后一场参加的比赛开始 是他怀孕到孩子出生以后的三年内 使用这个你之前停赛以前的排名呢 可以打十二战的比赛 三年内都可以用 不是不是说只有一年两年 这当然就是顾及到说 这个小孩子的这个 这个出生还要照顾 不是生完就没事了 超贴心的三年内 你排名本来是每年每年 大家都很计较那个分数哦 所以他可以保障他三年 等于拥有这样的一个权利 超赞的 而且他的就是说 他这三年内是包括你生了之后 你还要养啊 你前面的半年一年呢 有点像我们的育婴家的概念 真的就是育婴家的概念 对那他甚至还 WTA甚至还很贴心的是说呢 如果你不是自己生 如果你是领养一个孩子 或者是说你是因为 有一些可能以这个监护权 比如说有的时候 什么你的姐妹突然 呃去世了 然后你的姐妹的孩子要你来带 有的时候欧美会有这种情况 就是说我指定我的妹妹来带小孩 那小孩可能很小 可能我那妹妹是职业求援 如果或者是你去当代理孕母 职业求援当代理孕母情况可能很少见 但是他就是说 如果不是你自己生 而是你可能碰到这样子的 你生命当中巨大变化 突然多了一个小孩 你想要领养一个小孩 这样的情况底下 呃就不是三年内 是两年以内 两年以内你还是可以用这个 在两年内使用这个 商风力保护排阴 打十二战的比赛 这在其他的职业赛 是有类似规定吗 我觉得还蛮先进的 目前来讲 WTA这个可能是破天荒的 因为其实就个人运动来讲 目前的职业运动只有高尔夫 还有这个网球而已 其他的这个有像篮球啊 其他篮球累球 这些团体赛事 你一个球员就怀孕 你就去怀孕嘛 球队还是要继续运作啊 不会因为你个人的这个 生命的情况 生活的情况 做出很比较大的改变 但WTA算是 他这次因为小微 跟你讲因为怀孕的关系 所以他就把 如果女性希望在她的生命当中 希望拥有孩子的话 他在职业运动上面 给予同样的保障 就说起来这个条款 其实是对不止是小微 也是对所有的 女性运动选手的一个肯定 是一个踏出一个新的一步啊 国内应该要比照办理耶 看看有没有什么 可以更保障女性运动员 特别是他们在 生孩子养孩子 我们国家现在 希望大家多生啊 对不对 应该在这部分 我们也可以来跟进 想一想 有没有什么措施 可以更让女性运动员 不要说以后都要等到 年纪大才去生小孩哦 年轻生小孩质量是最好的啊 考量国内的劳资纠纷啊 跟关系啊 我觉得是目前的 我们劳资法里面 光是说政府是明文有赔产假啦 但是你看很多机关啊 公司机关 你要请赔产假呢 这个同事啊 脸色就不太好看了 这个其实我觉得 先不要说我们的运动选手 我们的女性工作者 其实在台湾 就算要请赔产假 除非你是军公教人员啊 否则都还是很困难的啊 所以这个我们再看一看好了啊 那另外要提到的就是说 这一次WTA 还有一个规定是刚刚说过 你可以用伤病保护排名打八战 可是你这个比赛里面 你不可以用你的排名列为种子 那这个当然大家讲的 第一个是对他本人来讲不尊敬 第二个是说对其他拳人来说 也不是很公平 当然我其他拳人变成说 我第一轮种子 我可能就要对象小薇了 对种子拳手来讲 不见得是好事情啊 对不对 所以呢新的规定里面是这样说的 你如果你因为保护排名 你可以列到那个比赛的种子的话呢 你虽然不是列为种子 因为原来的种子16个或是8个 你必须要保护他种子的席位 但是呢我至少保障你第一轮 你不会抽到这一位靠伤病保护排名 足以列到种子的选手 第一轮不会碰上另外一位种子球员 那当然就说起来 就有点像第9种子 或第17种子的概念 那当然以前的说法是前8种子 至少保证在前两轮都不会碰上种子选手 那你如果再增加了这个第9人 或者说是第17人的话 你可能第二轮就要碰上种子了 但是至少第一轮不会碰上嘛 我至少给你一轮的机会 让种子有一轮机会 不会碰上这位种子杀手 不一定是小微 可能是阿扎兰卡 可能是其他以后 因为各种原因 在突然就在世界排名十几名 前二三十名就突然退赛的 停赛的球员 这个方法呢 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 因为你的确你要保障 这个选手他的排名 你要保障现代种子的权利 那你可是你种子的席位 毕竟是固定而且有限的 所以现在这样的一个选择 就是说我第一轮把它设计 就是说他仍然不是真的种子 但至少在抽签上面 他会避掉 第一轮会避掉其他的种子球员 我觉得这是一个 相对来讲是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今年网谈的新制度好像还不少 像澳网方面 马上下个月就要在墨尔本开打了 这一次主办单位决定跟进温布敦锦标赛 取消过去决胜盘的长盘制 改为抢时 结果有些选手就其实不是很喜欢 像世界排名第四德国的新秀 泽瑞夫他就抨击说 这样一个决胜盘制 从长盘制改为抢时 他觉得把整个澳网的感觉 都给剥夺掉了 他不喜欢 你怎么来看呢 棒球比赛如果打七局 你喜不喜欢 是不是把棒球的精神 就已经抹灭掉了呢 我连现在突破僵局制 我都不喜欢 对这就是一个问题要存在 澳网他现在改了赛制 那其实在新的年度里面呢 四大赛是对于所谓的long game 所谓的比赛 因为网球比赛没有时间限制 这个比赛的规则呢 以后会变得都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在最近在八年内呢 温布敦出现了两场比赛时间 超过六个小时 甚至八个小时的比赛 因为long game一直打不完 温布敦本来是最遵守传统的比赛 网球比赛就是打到六比六平手 就是沿地七局 要多赢两局 不是多赢两球 也不打抢七 不打抢十 我就是一个传统 我的每一盘的比赛 我都要打到 一个人零两局 所以你就发现 有时候第二盘会打到24比22 当然到最后关键 就是像之前马虎 跟这个Easter比赛 最后的决胜盘 打到71比69 不是篮球比数 是局数 达到71局 比69局 到这样的情况底下 当然你说起来是马拉松级史诗级的壮烈比赛 但是你知道选手打完根本就没力 第二场比赛就被轻松扫掉就打掉 对这个选手长期的健康情况 可能有一点影响 也会有疑虑 所以温布敦在今年就规定了 明年开启温布敦 他们是先讲的 他们的长盘制 是打 一样是现在六局比六局平手之后 是延第七局第八局 但是如果延到12局比12局平手的话 他们要打一个抢七局 打一个抢七 来作为比赛最后结束了 不再继续打第25局了 打到决胜盘最多就是24局 简单这样讲 前面的比赛还是照常打 但是最后决胜盘不这样打 这是温布敦先要改的 然后呢 那奥网呢 现在就也改了规定了 就是说在决胜盘 如果打到六比六平手的 他们要打一个抢十局 就抢十分而已 那这规定呢 就是很多球员和球迷 就是说这个事情上 是大家可能想法都不一样 不过我必须要说的是 奥网这个决定 事实上是有征询过 ATP球员委员会的 当然Ziverev可能他个人 不是很开心 但是个新的改变 也不可能每个人都同意 只是说这个意见 是不是大部分球员的意见 那很难讲 因为你只能球员委员会 你只是一部分的球员而已 但是的确问过 问过之后 他们也觉得说 在奥网的情况 为了控制比赛时间 他们认为说在决胜盘 打到六比六平手 他们也不跟温布敦 温布敦好像有点扭扭捏捏捏 你六平就抢7就好了 不要他要托到12比12 那你既然托到12比12 为什么不托到24比24呢 你为什么你设12比12的点在哪里呢 这个就是很 这个大家讲起来 有一点吵不玩了 温布敦已经改了 然后奥网也改了 会让明年的四大满贯赛事的 所有的这个所谓的长盘制都不一样 这可能是一种多元发展的特色吧 因为像美网 美网本来就是每一盘都打抢7 不管你是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盘 我们就是抢7决定 美网是最早玩抢7的 最全面使用抢7的 在今年温布敦跟奥网先后改了制度之后呢 发网并没有说要改啊 发网就是规定说 我还是跟以前一样 前面四盘抢7 第五盘就是打到最后 一定要有人赢两局为止 发网是唯一的不改的 发网也是到目前为止 唯一一个没有夜间场地的球场 发网真的是有骄傲到 我们过去都认为是温布敦最骄傲 但这是其实发网在很多事情上面 其实是跟人家不太一样的 就是比如说像这个 比赛这个规定部分 就是不弄 就是还是维持 还有像这个一直大家提到 夜间球场的部分 夜间球场要开灯光 因为你夜间比赛收视率比较好嘛 奥网没网 这个温布敦先后都盖了 中央球场都盖了盖子 就是发网坚持不改 我们就是还是有计划 但是还不是现在 发网就是没有夜间比赛 他不在乎 那顺便还有提到的是 这个之前的小薇在打发网的时候 他不是穿黑豹装吗 他不是那个lagging被大家讨论吗 结果呢发网就说 对不起小薇你明年也不能再穿这种衣服来了 不能再穿这个只有黑色紧身裤来 你一定要穿裙子 就已经规定他明年要这样做 但是呢之前这个WTA又回来打脸了 他又说明年我告诉你 WTA比赛 我们球员全身可以穿压缩裤 可以穿紧身裤 可以穿吊带裤都没有关系 不穿外面不穿裙子 也没有关系 算是给小薇一点点肯定了 但是呢请注意 大满贯赛事并不是WTA赛事 所以小薇在这个发网 这个不能穿紧身裤的问题 明年应该还是要看他怎么去继续解决了 至少在温布敦可以管的场域里面 小薇是可以获得到一点尊重的 就是四大赛里面 光是这些比赛的规定 或者说第四盘的规定 都有一点小小的变化 那另外当然就是加入了25秒内 要发球这个规定 对于一些发球的时候 喜欢扣扣摸摸的选手呢 可能会造成一点点小小的压力 不过25秒其实说起话 我觉得还是蛮充分的 那WTA还有一条新的规定 就是说 这样今年有提到说 很多球员去比赛 比赛然后比赛前就已经受伤了 受伤可是他知道这个比赛 大门关第一轮的奖金很多啊 那他不愿意放弃这个奖金 他就上去打一打 打个三球五局三球三盘一盘的 不要打完我就做做样子挥一挥 然后我就退赛 之前大家看到菲伦那连续两场退赛嘛 那WTA有新的这样规定 为了避免选手又想要拿奖金 所以就勉强自己出赛 可能在受伤或者生病情况下 勉强自己出赛情况 不要再出现 所以WTA规定了 明年的WTA赛事 只要选手在第一轮开赛前 在资格赛开赛前 你如果有伤你就直接退出 你已经本来取得了第一轮资格了 然后但是资格赛还没打 那我这样确保你不会知道说 你的对手是谁嘛 不要让你去看挑对手决定要不要退赛 我在资格赛还没开打之前呢 我就退赛的话 你报了名了比赛要开始 只是资格赛还没开始打 你还是你在这个时候 你因为受伤或生病的理由退赛 你还是可以拿第一轮你的 付我的权 百分之百的奖金哦 你第一轮奖金是造领的哦 你只是退赛然后把这个千位留给 其他的健健康康的愿意来拼 会内赛资格的会外赛选手 再来多一些资格再来打 那这个奖金部分要怎么样 再去云支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但这个方法是让比赛 第一轮的比赛呢 至少变得比较好看一点 不会像以前这样子 我其实不能打 或者我知道我不会赢 但是我就随便打一打 比赛也不好看 然后你就是为了要领那个奖金 资大赛目前已经规定说 你在这样情况下是可以 男子选手是可以领一半的奖金 你如果再这样退退赛 那WKS更进一步 你权领都没关系 反正你就好好去养伤 养完伤再好好回来打 最后我要请教陈凯 展望明年啦 男女网谈还是今年这样的局面吗 比如说男生就看我们那三个嘛 女生呢就继续败家争鸣 还是我们可以期待 小薇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我相信小薇连世 他现在每一部都是女子网恒新的一部 他要证明的事情是 他在打完 他在生了孩子之后 他还能回来拿到大满关 因为今年他虽然打了两个大满关决赛 到最后都输球 输球不见得是他本身 完全是他本身的原因啊 但是迪士他现在表现是不太稳定的 但是你也看得到 在小薇离开网谈的这一年多以内 其实现在女子网球没有明显的霸主 你说柯伯尔会拿到冠军吗 柯伯尔拿了一个冠军啊 之前四大赛的冠军都不一样 我是尼亚基也拿到啦 可是有人会觉得他们是新的霸主吗 可能不会啊 大阪直美也打起来 他拿了一个大满关冠军 可他会能登上世界第一吗 新的网谈 仍然会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情况 我觉得至少在2019年啊 这样情况是不会改变的 而且大小微都说 他们还想要打东京奥运了 所以你可以想到这两位啊 这个网谈的长青数啊 在未来至少两年之内都没有变 而且说要打东京奥运的 不只是大小微啊 还有另外一个 Roger Federer也说 他还蛮想打东京奥运的 那Roger Federer现在 以他目前参赛的数量来讲 他要撑上世界第一是有点困难的 因为他的恢复时间更长 可是呢 他还是一个可以打败 任何一位世界第一的选手 的这样的一个老将 应该蛮期待这两位 去东京奥运的吧 我想全世界的网球迷 都很期待他们啊 我们都希望说 这些已经早就已经是在 网球史上地位不灭的选手呢 他们都是多看一场就是一场 我们当然希望 他们永远不要退休 对不对 在球迷的心态里面 能够让他们 好像跟长青树一样 而最好是永远 我们就跟着他们一起 不要成长 一起把我们的时光 停留在人生当中的 某一个阶段就好了 那当然啦 这个现在的情况是 男子网球 前面这三位 去年的四大赛 Djokovic拿两个 然后呢 Fedder跟Nadell各拿一个 还是三个人的情况 而甚至于Andy Murray 他也说他今年只是受伤 他明年还要再付出 而你说现今的网谈 里面选手 一个一个来找Kloric也好 或是Selech 或是Seixing来Ziverev 他们都还是实际上 还是有一段差距 我相信在未来 这一两年之内 这些选手 只要不要自己打败自己 我指的是Joker 只要他们自己 不要东想西想 维持自己的好的状况 网谈还是这三位老将的天下 没有什么问题 而所谓的 最多大马冠的冠军 这个席次 目前看起来 Roger Federer 应该是有很长一段时间 已经是前无古人 而且也有可能 很可能是后无来者的 精彩的网球赛季 马上就要开始了 下个月的澳洲网球公开赛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今天非常谢谢体育道主播陈凯 谢谢陈凯 谢谢